台中一名女子在社群軟體 踢出一張蜥蜴半身照片 讓大批網友看傻眼 因為這名女子自稱 10號中午她在無期中央路的 清新福泉購買珍珠紅茶 吃到小蜥蜴了 而且卡斯一聲 悲劇的是下半身應該進度了 消息一出引發大批網友熱議 是真的嗎 那種東西是吃下肚的 那如果說真的有這樣情況 也代表說是店家對衛生的不重視 會覺得蠻單閒的 就應該不會再來這家店了 就感覺他們的品質比較沒那麼好 環境比較不OK 所以才會就加料 時間來到這家手搖引店 員工拉下鐵門 門口裝填內部清潔中 清新福泉總公司證實 卻有此事 透過聲明表示 已經陪同消費者就醫檢查 該分店立即停業 進行全面消毒 離清相關責任後 將會積極處理 消費者把蜥半身吃下肚 直呼好崩潰 醫師也特別提醒 要注意腸胃狀況 基本上爬蟲類 尤其是兩棲動物 像壁虎啊 手工這些 可能他們身上都會有 存在著三門氏菌 在他們身上的三門氏菌 可能對他們這些爬蟲類 並沒有什麼影響 但是如果我們人類吃大的話 這些對我們來講 就是一個致病菌 容易引起我們的腸胃症狀 或者是厲害的話 可能也會引起血便 或者是造成敗血症 台東市實安住貨報也將前往店家積查 查獲不合格項目 會要求業者限期改善 附查沒通過 依法可處最高兩億元以下滑緩 謝謝 歡迎光臨兩周 直播到